嗨,我是Findy 華碩ZenFone第八代系列這次一次來兩隻 最高規格相差2000元 這隻有防水防撐可以單手掌握的ZenFone 8 哼,居然是真旗艦定位 可選規格也最多 想要單手掌握就是它 那這隻尺寸比較大的鏡頭可以翻轉的ZenFone 8 Philips 就少了一點啦 記憶體最多只有8GB,算是次旗艦定位 想要滿版全螢幕,就非它莫屬喔 那兩隻到一個共同點 通通都是S888高通捧火龍來的 都好燙 那先說一下這部影片 應該是我們科技狗的超主觀評測宇宙系列 真話都是這樣,該嘴就嘴 然後主要編輯是我們攝影飛仔 不要嘴我喔 有一天,阿森買了超棒的新手機 實在太寶貝了,小心呵呵 走路卻不小心被絆倒 手機掉到地上,沒事 但是立刻就被一台機車撵了過去 阿森GG,仰天長笑 你為何要這麼說的 小G,小G,小G 有一天,阿森也買了超棒的新手機 實在太寶貝了,小心呵呵 走路卻被路人攔截 手上的最新手機也趁著混亂被路人搶走 可是 實在太衰啦 阿森GG,準備仰天長笑 為什麼 竟然是仰天長笑 因為我保了,慌慌有連,手機險 手機背投,背搶,摔壞 都不怕,只要簡單,五步走 第一步,上網註冊會員 第二步,輸入個人資料計算保費 第三步,付錢,然後下載指定的APP 第四步,開啟APP檢測手機 第五步,等電話通知審核結果就完成啦 這麼簡單,這樣投保還需要注意什麼呢? 還要注意,要符合網路投保年齡還有身分規則 而且只有全新的手機才可以保 二手機,不行 另外還要注意,投保要購買期間內喔 而且在網路上購買,保費,更便宜 好險好險,五百五百比喔 旺旺有連手機險,好險有好險 這次兩支手機一起開箱 裡面附的通通一模一樣 都沒有耳機線 一樣的PD30W C孔充電頭 一樣的C2C充電線 一樣的說明書 一樣都有原廠服的質感暈殼 沒有原廠保護貼 不同的是真旗艦的卡陣比較短 退不了次旗艦的Flip喔 兩支手機四周邊框厚度出息都差不多 也都搭載螢幕下指紋便室 不過小隻的ZenFone 8 有顆挖孔前鏡頭 螢幕佔比率小了一點 如果喜歡全門版體驗的話 那你就挑翻轉鏡頭Flip 選大支的就沒錯啦 背部相當鼓勵物非常好摸 兩支的麥克風數量跟材質觸感都是一致的 也有NFC無線進場通訊 但是一樣等不到大家最想要的無線充電啊 小隻真旗艦的ZenFone 8 背部鏡頭加上前鏡頭 總共有三顆鏡頭 有OS光學防手震的廣角組鏡頭 跟擁有4公分近拍微距能力的超廣角 跟大支的比就少了一顆望遠鏡頭 但是多了光學防手震 大支的ZenFone 8 Flip翻轉鏡頭模組比較突出 後鏡頭就是自拍鏡頭 但是多了一顆有3倍光學變焦能力 跟4公分微距能力的望遠鏡頭 少了光學防手震 兩支搭載的感光元件其實差不多 不過大支的就多了望遠鏡頭 他們兩支頂部都有一顆麥克風 大支的沒有耳機孔也沒有DAC晶片 只有小支真旗艦ZenFone 8 搭載3.5mm音源孔 還有整核心DAC晶片喔 側邊音量鍵就跟吸聲一樣的配色 一樣的按鍵手感 再加一顆顯眼的藍色電源鍵 這個呢都一樣啦 不一樣的是大支的Flip 擁有MicroSD卡槽最高可以擴充到RTB 三卡NanoSIM卡槽擺在機身右側 但是只有5G加4G雙卡雙待 大支的底部搭載無磁鐵揚聲器 LED指示燈 沒有螢幕輸出能力的Type-C充電孔 再加一顆麥克風 小支針旗艦 底部有5G加5G NanoSIM雙卡雙待 沒得擴充容量 而且要小心啦 退卡孔跟麥克風大小容易看錯 千萬不要錄錯洞 揚聲器位置也在這邊 那一樣是不支援螢幕訊號輸出的Type-C充電孔 小支機身右側就什麼都沒有 崩溜溜的 ZenFone 8這兩支 5G頻段支援度都一樣啊 沒有N11 亞太原傳就少一位 也都沒有eSIM功能 但是5G都有4x4MIMO 不過就只有小支真旗艦支援5G加5G雙卡雙待 但是不能擴充容量 大致的只有5G加4G雙卡雙待 不過又可以擴充容量 再說小支的才有AP68防水防塵能力 大支的就不支援囉 總而來說 ZenFone 8就是不給你一次到位啦 想要通吃 對不起 空集合啦 那兩支S888外掛的X60 5G晶片 延遲爆Pin會LAG 問題依舊在 使用裝滑電信偶爾還會掉風包 逃不了5G延遲魔咒 看過ROG Phone Pie 爆到現在 我就想問華碩 你真的想修嗎 上次一說ROG Phone 3沒幾天就修好了啦 欸 看到這片還不趕快去加班 螢幕表現能力 就只有小支針旗艦支援120Hz螢幕刷新率 大致的最高支援90Hz 兩支手機數字一筆真的有差齁 但是目測實在有夠不敢啊 顯示能力兩支也就真的差不多 同樣搭載Samsung AMOLED E4螢幕 第三P3廣色域涵蓋都有達到110%以上 再加上Delta 1小於1 兩者合體螢幕色彩都算是超級頂尖啦 而且就算是螢幕比較大的 Zenfone 8 Flip 因為解析度一樣 所以像素密度比較低一點 但是兩者一筆也看不出有任何差異喔 極限亮度上 像真旗艦 Zenfone 8 比較亮來到1100nit 大致的極限亮度小了一點 落在1000nit 兩支螢幕亮度都破千 那在極限亮度都是很有水準的 我們同時關閉自動亮度開啟最大亮度 Splendid也都是一致設定 可以發現小支 Zenfone 8 螢幕偏暖 Zenfone 8 Flip 螢幕偏冷 不過他們兩支預設都是 PWM 想要開啟 DC 調光就得捨棄高刷新率 DC 調光只支援60Hz 兩支手機也都有支援 Always On Panel 就是所謂的 Always On Display 如果不是中國手機就幾乎都有過 Netflix 認證 都能達到 L1 等級 能夠支援最高 4 HD 同時擁有 HDR 顯示能力 至於 YouTube 最高也有到 2160p 60 HDR 兩支都能開啟 4K HDR 音效方面我們直接聽聽看 在一般模式最大音量上的聲音差異 接著是加大四節音量的戶外模式差異呈現 聽出來了嗎? 我們這邊一致主觀認為 真旗艦 Zenfone 8 的聲音比較大、比較厚 那這個大支的 Zenfone 8 Flip 聲音就比較單薄 有點悶悶的 聲音也是比較小啦 不過兩支的雙喇叭發聲粗力點都在底部 仔細聽左右聲道會有點不一樣的fuel喔 特別說一下我們家 ETHEN 配上有線耳機 Synhazer i500 Pro 就發現真旗艦 Zenfone 8 的 365mm 是屬於整核型的 DAC 晶片 音效輸出還是弱弱的 音效這塊呢 還是他們家 ROG Phone 5 獨立 DAC 比較香喔 雙人部分 我們手上這兩支都是 8加128GB 跑分數據就兩支手機一起來 又是用開啟高效能模式 關閉自動調節電池用量下去跑的 可以看到 S888 高空烹火龍又開威 小指針旗艦穩定度掉到59.1% 極限超級溫度完全壓不住 連60%都沒有超慘的啦 大致次旗艦 Zenfone 8 3 反而比較尾 穩定度 84.6% 再說 Zenfone 8 這兩支也不像 ROG Phone 5 能夠超頻使用 定位還是很明確的 兩支手機同時間一起跑 3D Mark 大全餐 緊接著 Gamebench 5 跑完時間過了 53 分鐘 兩支手機連仰都一樣只剩下 64% 得到的溫度數據就跟畫面上的紅外線照片一樣 完全拉不住 燙到誇張啊 以原廠合附 30 瓦充電頭開始充電 半小時可以充到 51% 這個速度很可以 但是要充到飽 小時的 4000mAh 則需要 1 小時 59 分鐘 充滿的速度就普普通通啦 大致的電量也比較大喔 有 5000mAh 一樣用原廠 30 瓦開始充電 半小時來到 31% 明顯慢了一點 兩小時來到 98% 要充滿電則需要 2 小時 6 分鐘 充到飽時間兩支差不多 可是刺旗艦的電量卻比較大喔 常駐在高下的模式 再把自動調節電池容量關閉 小支針旗艦 正正用起來 4 小時就會乾掉 而且只要電量咻咻咻咻咻咻咻 噴的 當主力機一天要三充跑不掉 三不五時就在那邊電量焦慮 那大致刺旗艦好一點 電量噴少一點 常使用的話一天也要兩充 再說沒事花個臉書跟外 手機就已經是溫溫的咧 欸 我還沒玩手機呢 然後附上了手機殼 居然還會跟著一起任 嚇尿 溝通噴火龍 S888 溫度控不住 想到都怕啦 Android 11 的 Zen UI 8 就是Android原生系統加強版 乾乾淨淨超舒服 該有的通通有 通話錄音也都還留著 一開始被拔掉的單手模式 也都有更新加回來囉 也有前幾代就有的長接圖功能 但不像中國UI 那麼方便那麼好用啊 Google 語音助理這種 當然也是多說的 都能換得行 效能模式總共有五種 隨便你選 隨便你調 電池也有自動調節要不要開 自己開心就好啦 我是不開拍的 現在放到ZenFone的遊戲精靈 也跟RG Phone的選上差不多 但不得不提啊 在狀態列圖式管理開好開滿全顯示狀態下 這個小點點會亂亂跳 UI沒做好強迫症如我看的超痛苦 個呆子冒 隔壁大致的倒是沒有這問題啦 安全性方面 兩隻都採用最多五組的螢幕下指紋辨識 棘手速度很OK 遠遠都是一族的臉部辨識速度也過關 大致著要上螢幕等鏡頭轉上來 才能夠辨識 小指針旗艦的前鏡頭 則會亮綠色燈號做辨識提示 身風般預設的拍照模式 是64MP像素和冰夏的16MP 可以直接跳轉或是無縫切換 超光角鏡頭0.6倍到最遠8倍望遠焦段 閃光燈、HDR跟美顏功能 在全焦段都能開啟沒有限制 但是上下滑不能快速切換前後鏡頭 只能用按的 用環快門鍵最多可以拍到100張快速連拍 這座鏡頭模擬夜晚 預設模式的夜景模式 也只有最多4秒慢快門 進到齒輪裡面的相機解析度 可以開啟最高的64MP 但是要捨棄美顏跟HDR 也無法隨意變焦 前鏡頭拍照模式不能變換焦段 支援自動對焦 也有美顏模式可以開 還有閃光燈跟HDR拍照 最多也跟主鏡頭一樣 支援最多100張快速連拍 前鏡頭最高支援4K錄影 不管是什麼解析度 都是同一個窄焦段 無法變焦也沒有HDR 焦段不夠廣 影片中的臉就會塞很滿囉 錄影有支援濾風切身跟聚焦收音 也有自動對焦功能 錄影模式下 預設4HD 濾風切身跟聚焦收音 可以正常啟用 有支援HDR錄影 但是能不能用 就要看環境給不給用 無法硬開 焦段支援最廣0.6倍到追遠4倍望遠焦段 錄影中焦段也是一樣的 提醒一下 錄影模式可以常駐在4HD 60fps 所有功能都沒閹割 焦段也是全給喔 棒棒 錄影模式解析度上到8K 系統會直接提醒你 發熱算是正常的 而且濾風切身跟聚焦收音 一樣可以著動 錄影焦段就剩下主鏡頭的1倍到最遠4倍 再補充一下 如果8K錄影有挑出HDR選項的話 就會直接變成4K30囉 但是全部的錄影模式 都可以啟用 避風切身跟聚焦收音 就一次的棒棒耶 錄影模式只要開啟超級防手震 最高解析度就直到4HD 60fps 也只有0.6倍跟1倍兩種焦段可以挑選 有沒有HDR選項出現 避風切身跟聚焦收音可以正常啟用 但是錄影中就不能切換焦段了 只剩下閃光燈可以開關 其實相機裡面還有額外9種模式 那我們就不浪費時間慢慢試啦 如果想完真的切換到專業模式 齒輪裡面的相機解析度就可以拍落檔 那剛剛上面提到的 都只有真旗艦ZenFone 8的鏡頭極限 就是因為這支Flip 哇 出問題囉 相機開起來常常就是黑畫面不能使用 不過小隻真旗艦ZenFone 8的OS光學防手震 真的很香啊 無奈不能對比ZenFone 8 Flip 所以我們還是以這個小隻的為主 那重點進去相機到可以拍的時間 都是在旗艦機水準範圍內 相機也要運算一下才能看 但是出來的品質算是滿意的喔 還不會晃到 再說鏡頭模式不嚴格 這真的是好棒棒啊 實拍畫面就一絲一絲丟個幾張 你們自行用眼睛體會一下吧 好啦 大家最在意的問題點來了 大隻刺旗艦小隻真旗艦要怎麼選呢 我覺得就完全看你自己耶 那攝影肥宅是大手機規格空 如果有大中小就一定是選最大的啊 因為幾乎通常一般正常來說啦 電量都會比較大 所以掃機車影證患者調大了 準沒錯 續航力UPUP 但是啊 你要的大記憶體跟OS這種旗艦規格 華碩就只給小隻的 然後再配它一顆壓不住的S888噴火龍 聽人問號 升旗艦效能不穩啊 手感那麼棒單手可以用 你有沒有還以為它可以帶給我 像Google Pixel 5那種高續航力跟絕加落感 結果事情就你們剛剛看到的那樣 噴火龍噴下山啦 那至於次期間的Zenfone 8 3相機是壞的測不到 翻轉鏡頭沒問題 主觀覺得手感跟上一代的Zenfone 其實差不多 就不多頻囉 兩隻規格的價差不會太多 最便宜也才一萬九有找 定價也算佛啦 私信覺得用上一階 舊瓶星9的S870 Zenfone 8說不定就完美囉 好啦 以上就是科技狗超主觀評測 宇宙真心話老實說系列 優點缺點都講完了 如果好少沒有提到的記得在留言 喚醒我們沉睡的記憶啊 我是Sinni 嫌貨人才是買貨人 體驗內容是攝影費在寫的 不要追我喔 記得訂閱按讚追蹤一下 然後進來我們的來社群 看看有哪些優惠好康吧 掰噗 1 18 谢谢大家